平川说正近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继续WAL的败者组决赛 由浪漫大战Happy 这是双方的第三场降量 前两场浪漫直接2比0Happy 对你没有听错啊 Happy既然开局被打了一个2比0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场啊 第三场Happy就在悬崖边上了 第三场输那就直接被淘汰啊 因为这是BO5的赛制 好我们看一下第三场 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地图选择的是 洛锤镇 出身在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人组 艾迪浪漫目前的世界第一人组 从前两场的比赛来看啊 浪漫的状态还是蛮不错的 那看一下Happy 出身在地图的左上角 红色的亡灵 艾迪Happy Happy的话其实从昨天开始 他的状态呢都不太对劲 有时候不侦查 是吧 有时候操作的话没有跟上 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场 被逼在悬崖边上的Happy 有如何反应 英雄的话Happy 继续选择巫妖 晚年不变的一个手法 那浪漫这一边 既然两场都赢了 那肯定延续自己的大法师手法了 好 又是大法师 大战巫妖 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图可以开矿的哦 这张地图的话 有的矿好开 但是不好手 有的矿不好开 但是好手 浪漫开局 那还是先练大法师 最近大法师的节奏 还是先练三 另外一边 哎 Happy这一局整活了啊 开局 造了一个大墓地 嗯 他是想另一类开这个矿 是吧 好 这一局Happy 整活了整活了啊 来 勾一下这个六级石头人 巫妖 来了 这一波的话 巫妖是没有买腐蚀之地 上来直接造个大墓地 大墓地这边全部会变成腐蚀之地 随机 我们看看效果如何啊 Happy的话上来 直接是练分矿 虽然是六级石头人啊 照样练 哎 这个小狗不会被打死吧 好 拉扯一下 调整一下 仇恨值 那Happy这边 在练分矿 浪漫这边还是在练点啊 主要还是先把大法师整到三级左右 巫妖 打了一个雪牌 雪牌 对于乌鸦来说 装备算是一般般 是吧 乌鸦还是比较喜欢攻击的装备 好 练完这个脸 吃个仪式匕首 来了 另外一边 哎 浪漫居然是开这个矿 那两个人的分矿 离得就比较的近了啊 好 5级狗头人 把他给解决掉 另外一边 浪漫过来侦查 哦 好像能侦查到啊 看见了一个富特曼 物要赶紧把他解决掉 来 大法师 分矿练完 打了个幻象拳杖 哎 好 残血的农民回去 学现健康呢 继续留下来 开矿 好 双方大哥相遇了 哎呀 这个是幻象 欧环 没有叫诺瓦 可以 没有叫诺瓦 哎 接下来的话 这边好 真的大法师来了 大法师一来 欧环这边 有没有买这个 买了个贵族头环 没有买鞋啊 买的是贵族头环 Happy这边的话 是矿 是在开的 浪漫这一边呢 矿有没有开 暂时还没有开 还在造塔 好 福特曼 冲过你的包围圈啊 直接冲向对手的分矿 就拆了 再不拆不行了啊 矿盖子已经造好了 五分之四了 即将造好 那这边 浪漫快马加鞭啊 差点你的分矿就开好了 好 这一波水元素一招 哇 这也能拆掉吗 好 三个小 三个小四星 把卡住这个位置 哎呀 还是没有卡住啊 福特曼还是装了过去 看能不能修住 来 造好了 造好了 农民修修修 哎 Happy 哇 Happy没有第一时间修 他是第一时间去踩 他没有修 有没有修 哦 终于开始修了 但是有点来不及了啊 Happy的话 没有第一时间去修这个矿盖子 哎 这个状态好像还是有点不太得劲啊 那本来都做好了 结果硬生生被拆掉 这一波Happy 巨亏无比啊 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 Happy这一边 应该是双线操作这里啊 在分矿疯狂的图农 随手浪漫 也没有机会开矿 好 这一局 双方互不相让啊 我不开 你也别想开 两个人打的是真的刺激啊 Happy 看看家里有没有一些生本 那没有生本 大概率还是要继续开矿啊 那另外一边 这边也要开 可以 两个人都是硬脾气啊 我就想要开 哇 乌鸟这一波水元素搞掉 看能不能把水元素给搞掉啊 水元素搞了就倒三 但是时间马上要到了 直接吃个哭了 来 给他 来一个伤害 挪瓦一下我 再不挪瓦要消失了 哎 哎 啊 消失了 打了半天 好 这一波水元素吸引注意力 大法师又来了 幻象大法师吸引冰塔的注意力 来和真身大法师水元素一招 又要拆这个矿盖子了 那这边 三个小士生 把大法师给赶跑 这一波 水元素过来杀个回马 马敲能拆掉不 呜 这二级大水元拆起来还是很给力的 还是要被拆掉啊 怎么办 那另外一边 happy也没有闲着啊 我的分框你搞 那你的分框呢 我也再弄 好 这一波看看双方英雄等级啊 513.2 大法师3.2 好 人组民兵一敲 要过来守不 福特曼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一反诺万象围杀大法师 大法师身上有TP 5要吃了个仪式匕首 5要的话 有鞋子跑得快啊 大法师这边也有鞋好 大法师再买个贵族托款 把属性质给撑起来 这个框开不了 这个分框也开不了 这一集两个人打了6分钟 双方的分框还没有影子 关键是不死族没有身本 人族也没有身本 哇 这一集开击双方 火药位置十足了 来 Happy表示 我继续开 那浪漫表示 哼 我也要开 看看谁先开出来啊 两个人 谁也不让 谁都要开 好 小狗过来了 来 找机会继续杀你的农民 就是不让你开啊 乌妖有个弓爪子 有血盘 所以说血线还是比较厚 好 一发弄啊 砸下去 大法师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啊 大法师在我家里补了一下状态 补好之后啊 可以继续进攻 那这一波 分框好像还是有点难开起来 乌妖要不要手动点塔 好 先把农民给干掉 把农民给干掉之后 呜呜 人总又撬了一波冥兵过来 五冥兵一来 嗯 这根塔还是没有起来 我们看一下乌妖能不能全身而退 好 这边 哎哎哎哎哎哎 一个狗子倒一下 另外一个狗子 跑了 那另外一边的话 浪漫也过来拆了 这happy 这个矿开了多少次啊 开了三四次 好 小四身为杀 虽然我的矿还被你打退 但是你大法师 你也要交提幣 来 后患直播 赶紧卷态回来了啊 小四身已经开始为杀了 好 这是第N字 放下 放下自己的矿盖子 那忍者也是第N字 放下分矿的塔 打了将近八分钟 双方的分矿 还没有影子啊 奥本也没有开始升 这个一集 那拼的相当的惨烈 这一波的话 欧环 骷髅一吃 来 状态不好 另外一边 人组好 终于是放下基地了 这边 富特曼 有七个 大法师 几乎快满蓝了 这一波 其实只要双方互不进攻 都有机会开出来啊 但两个人偏偏是选择互相进攻 好 大法师这位 奥基大水源一招 好 这一波 看看能不能开出来 欧环大部队直接硬上了啊 先杀农民 再拆矿盖子 巫妖先把大法师给赶跑 诶诶诶 小心 民兵要围杀 这边小狗子 好疯狂的杀农民 农民是左跑一下 右跑一下 巫妖又来了 小农民没有聚成一坨 所以说 罗瓦的话效果也一般般 好 多玩一下了 大法师满蓝了啊 赶紧招数元素 这一波人组疯狂应该是能开出来了 两个人付出的代价都是有点高 欧环的话 杀农民稍微杀的有点多 巫妖即将升到四 那四级之后 巫妖就不怕你大法师了啊 大法师三级很强势 但是巫妖四级 那不得了的强势 为什么呢 因为巫妖有二级吃啊 二级吃回来 那叫一个快 好 happy的话 一看对方的分框暂时搞不动了 那我就回来守自己的分框 诶 浪漫这一波 想硬拆 看能不能拆掉 两根冰塔 这个两根冰塔的位置非常的不错啊 应该是拆不掉了 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拆不动 巫妖即将升到四 四级之后 凤凰诺瓦 来 十元素 整吊 金光一闪 巫妖升到了四级 四级之后 身上也没有骷髅棒 招点骷髅吃一吃啊 二级诺瓦砸下去 贼舒服 这一波 小狗十三个 富特曼八个 来 应怼啊 诶 这里还要应怼吗 现在四级巫妖 作战能力是非常的强 好 撤一下 躲在我冰塔后面 冰塔给你来个减速 小狗一丝血好 想点掉 直接吃掉 欧缓表示 我的手速依然非常的快 好 Happy的分框开好了 那浪漫的分框也开好了 开了将近十分钟 按以前的节奏 三本都好了啊 这一集 双方的话分框刚刚好 好 二本的话 双方是刚刚开始升 那拼到这里 应该告一段落了吧 双方要不要和平发育一下 好 两位大哥表示 我偏不 是吧 谁都忍不下这口气 搞把我分框搞了那么久 好 继续去追杀 大法师好 点掉小狗 这里边继续追杀残血小狗 但是富特曼也被乌妖打得 摸不着头脑啊 好 两个二级大水源 继续杀小狗 小狗跑 水元素 点掉 不得不说 绝境中的欧环 确实和梦和梦啊 两个人打得都很惨烈 大法师现在的话 是3.8 乌妖的话 已经快4.5了 我这一集 乌妖 杀浓妹杀的非常的多啊 等级领先 大法师一级 那现在浪漫的话 要不要耸一下了 不能再这样硬钢下去啊 硬钢下去打得很难受 好 要高一天 继续练几波 Happy这边 要不要整个飞艇啊 Happy现在 哦 这一个人也能练吗 好 野怪勾出来 我不练 你也别想练 乌妖走打 两个人都走打 走一下打一下 走一下打一下 大法师想卡住乌妖 后面的话 有兄弟们过来 好 水元素就可以了 这边欧环 嗯 你摇人 我也摇人啊 来 6条小狗 他来了 5条 先把水元素给搞掉 这一边 浪漫的话 双线练级 飞艇买好了 谁先有飞艇 谁的话操作空间就大 好 大法师也升到了4级 有2级的一个光环了 意味着我的水元素 回的也比较快了 好 两个人的话 分罐开好了 也没有闲着继续战斗 这边打了个6级野怪 抽蓝棒 还行啊 好 练完这个点 浪漫游了飞艇 游了飞艇 意味着就有制空拳了 哎 浪漫不仅买了飞艇 还买了炸弹人 这一波炸弹人 如果能把这两个冰塔给炸掉 那后面发挥的空间就很大了 这一集 Happy的话 放了一个铁桶针 这个防守做得很到位 当然是这边有炸弹人 好 我们看一下浪漫 飞艇炸弹人的一个协同性 好不好啊 只是可惜 炸弹人不能上飞艇 要是炸弹人能上飞艇 那更加舒服了 好 飞艇弹来了 首先飞艇吸引注意力 炸弹人弹来了 欧皇有没有反应过来 好像没有 并站好位置 两根塔全炸掉 完了 这两根冰塔 初心军力 见起来的一个防守屏障 直接被炸 欧皇现在赶紧回来 赶紧回来 无药单传 没有TB 那回来的话 幸好家里的矿 虽然说炸弹人把这个矿杆 把这个通灵塔给炸了 但小农民第一时间跑路 可以 农民保住了 欧皇的话 只是资源所谓为 受了一丁点的影响 但后期会远远不断的 非常骚扰 好 有飞艇在 浪漫表示 草的空间 那是真的大呀 哈佩奥本升好 二英雄DK 那浪漫这一边呢 二英雄选择的是山丘 好 升三本 车间放下 无论是出坦领克 还是出这个飞机 都非常有用 这一波 哈佩 虚惊一场 信号信号 这个分框的话 还是稳住了 好 乌妖过来抓你练吉 乌妖即将升到五级 这一局乌妖的等级 非常的高 DK也过来了 乌妖精灌一闪 五级了 五级之后 来来来 天鬼也落了 有天鬼在 你飞艇发的空间 就没有那么大 那浪漫的山丘在哪 浪漫的山丘 对手我也来了 可惜 面对对手五级的乌妖 好像有点整不动 大老师 抽一下对手的一个篮 DK魔法值不太够 哎 强 好 这里是锤狗子 可以 这也是虎狗夺食 接下来的话 两个英雄 四个英雄大乱动 人族现在英雄 等级还是落后一丢丢啊 五级的乌妖 赞同能力还是强 那现在稍微后撤一下 好 Happy 三本已经升好了 哇 又是猫毁灭 双地穴 双土再操 这一局欧环平了啊 难得不死足 打了一个这么富裕的仗 是吧 既然双矿在的时候 我们要疯狂的暴兵 好 这边三发了一个黑暗游侠 哎 小秒一下这个乌妖 哦呦 乌妖 九十多滴血 四十一滴血 这Happy 真的真的就是胆子大呀 这当着你的面 我单船走啊 可以 这一波的话 乌妖也是富贵险中求啊 来 浪漫的话 大法师 血线也是有点低哦 这一波欧环的话 马上三本一波流要来了 狗子已经准备好 狂狗即将生好 欧环五十九人口 浪漫现在还在五十人口以内 乌妖大法师状态很差 这一波浪漫能守住吗 好 分框补了一根炮塔 炮塔守价比较扎实 家里的话 这边要出粉碎小炮吗 粉碎小炮就是默认 欧环会转女妖 好 山丘还在外面练几 大法师 这一波欧环已经过来进攻了 六十人口 大战五十人口 飞机的数码还没有成型 欧环的狂狗已经来了 哦 主框只有一根爬 那这一波浪漫 完了 这一集的话 浪漫本以为把对手的分框拆了好几次 对手的科技进度会很慢 没想到欧环 科技进度依然不慢 来 TP回来 哦 回来的都是伤员啊 状态非常的差 那这一波 七十人口 大战五十 看一下浪漫能否守得住啊 按道理的话 如果这一波能守住 后面三本还可以打 这一波守不住 估计就真没了哦 山丘一个锤 好 把这个位置给卡住 不要让这个狗子钻进来 圣骑士有点危险啊 圣骑士 哎 不太行就跑啊 欧环狂狗 真的是走过路过 寸草不生啊 把你啥都挠掉 现在欧环就处在浪漫门口疯狂屠杀了 怎么办 家里农民几乎被杀完了 圣骑士 圣骑士 只有一级 没有保命能力 直接秒掉 那现在 还是欧环领先将近20人口 浪漫要扛压了 浪漫表示 我最近就是扛压王啊 简称压王 这一波看看能不能扛得出 哎哟 伐木机器人 拉出来战斗 也被干掉 伐木机器人倒下 后面会全会圈木头刀 黑暗游侠 拿一个沉默 山丘 锤步出来 赶紧跑 这一波 飞机的数量能不能攒起来啊 飞机数量攒不起来 后面就是虎拉娃 就爷爷一个一个送 好 欧环的话 嘿 你就出飞机吧 我开始转地面了 好 直接转赠物 第一局 他也是出赠物 但是那个时候呢 浪漫出了一对石鹫 这一波浪漫 还有机会出石鹫吗 说实话 他再出 他再出 但是只有一个石鹫龙 有点少 哎 乌妖乌妖 小心乌妖 哦 一身血乌妖 要被秒掉了吗 山丘 哇 直接递了个TP 这欧魂是真的稳啊 大心脏 临走之前 再干掉你一个骑士 好 最近这一波 浪漫的话 被欧环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台名点 浪漫 巨颇 1300多块钱啊 欧环付出了700多块钱的代价 欧环这一波 大赚特赚 关键乌妖 即将升到6级了 再打一波团战 9-6 DK 2级的C 耐量十足 乌妖的话 这一波要不要买个无敌呀 还是DK整个无敌吧 DK有无敌 有蓝屏 疯狂的可以拿一下乌妖 这一波欧环 瞬间就报到70人口了 这个进攻 一点也不放松啊 进攻一波 又一波 那浪漫怎么办呢 浪漫现在只能把山丘的等级给提上来 赶紧提到3 呜 欧环又来了 这不让你还口气啊 好 这个点可以练一下 天安游侠即将升到3级 那3级之后呢 后面不知道是升2级成本 还是2级的一个酷尔剑啊 来 6级石头维 继续斩 这边的话 狗子升好了力养工养房 好 欧环 直接说 打你的空军 狗子 疯狂的挠你的单位 你看这4条狗子跑的是真的快啊 直接过来图农 然后大部队处在你门口 看看你是保农民呢 还是保什么单位 好 狗子遛了一圈 钻了出来 又开始拆建筑了 浪漫66人口 还在憋人口 但是英雄等级差距有点多啊 来了 双方正面相遇 山丘憋了一会儿 也是憋到了三级的不容易 好 这一波的话 来 哎 浪漫感觉要缓过来了啊 对手现在没有女妖 没有女妖的话 骑士发挥的空间就非常的大 山丘 垂谁 能不能垂个英雄 好 削个地板 把你前排之猪全部清理掉 后面欧环的话 看看这个赠物啊 什么时候把这个 伸好了伸好了 这个瘟疫 来 山丘 无敌 无敌一顶 继续往前冲 这一波战障 双方战障的话 差不了多少啊 都是一千左右 大法师的话 双跪走投环 后面欧环又靠自己的一个拉扯了啊 五妖 五妖 差六点经验值 金冠一闪直接到六 六级之后 要不要生大招呢 好 欧环生了大招 欧环这一局打得很自信啊 生了一个大招 一般来说 五妖的话 没必要生大招 三级吃三级诺瓦 用动机疯狂的输出 这一波他生了大招 应该是后面 要给你一点小小的震撼了 哎 山丘 这一波 有点扛不住了 人族现在的骑士 一个一个避难回去 但可惜只有一个避难啊 果然是这个节奏打得太紧凑了 人族没有多一点钱去买 山丘 山丘 好了 好 欧环边打边撤啊 消耗了不少单位 这一波回去 恢复一下状态 关键是欧环 这第二片分框也开了出来 这一局欧环打得是稳打稳战啊 有进攻 有防守 有扩张 啥都有 68人口了 人口继续领先 赞物 两攻两防 哪浪漫的话 看看能不能给对手一点压力 哎 这样硬拼的话 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 这把圣骑士整到二级吧 最好是能到三 没有到三 后面这个团战就很难打 海比现在以意代劳 我这分框开着 等级练着 哇 正面我也能打 你看 这怎么说 哦 哈菲表示这一局 确实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啊 打的是真的猛 有有有猛 好 打了个治疗守卫啊 坐 就是及时雨啊 赶紧治疗守卫哪一口 练这个点的话 还是有点费劲 大法师 无敌群补 安排一波 现在浪漫 60人口 哈菲 77人口 我的天哪 将近高了20人口了 哈菲 80人口 黑暗游侠四级 DK四级 这一级 浪漫非常难打了 资源落后 英雄等级落后 看看 哈菲 80人口 邓悟 加蜘蛛 还有狗子 家里的话 还有继续出盒子啊 到时候我毁灭还能飘 我看你人族出什么兵 不死族比人族的旷还多 恐怖 哈菲 再一次过来进攻 巴士人口大军 来来来 上来一发挪瓦 要不要来一个大招 现在要大招的话 这一天要拉好 不能被打断 乌鸦还是继续挪瓦杀农兵吧 挪瓦一下挪瓦一下 杀农贼 那老麦好回来了 我欧魂是真的稳 看见对手想抄后排 我直接叫TP 虽然我人口领先 虽然我等级领先 但是呢 我就是要稳 好 哈菲 这一波非常非常的稳 浪漫这一波怎么打呢 身上还没有TP 这没TP出外面 很容易被对手给好一下 哈菲 回城有 无敌有 两个无敌 稳 好 浪漫看见了 这个分矿有 那怎么办 对方的矿已经那么多了 哎 浪漫能打吗 商店先补给一下吧 圣骑士 有没有全部无敌 安排一波 好 90 大战67 哈菲表示 从来没有打个这么富裕的招 好了 这一波 人口碾压 英雄等级碾压 山丘 敲个地板 但是这个小神板 可以这么赠物对比一下 真的是好脆弱啊 山丘把对方的治疗守卫给打掉 飞机过来对付一下 毁灭 欧缓这一波 骑士 倒下 接下来的话 看看要不要秒英雄好 山丘等不住了 顶个无敌 顶个无敌 但是无敌一消失 咋整呢 人口85 大战52 人口差距 进一步加大 好 秒掉圣骑士 浪漫 达出气劲 我们恭喜欧缓啊 扳回一分 哇 这一集 千奇拼得 那叫一个惨烈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步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